就是嘴巴甜啊 我覺得不只是我們喜歡聽好聽話 因為長輩一定也喜歡 所以我婆婆今天打扮特別漂亮 我就說媽媽妳今天頭髮弄這樣好漂亮 媽媽妳今天穿這樣很好看 哈囉 Now News 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林沛瑤 因為我第一次見面是在她的餐廳 那天我們才認識的嘛 所以她那天就開始追我 所以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們去約會 去吃飯 不算約會就反正先認識看看嘛 然後她就 因為剛好那時候是聖誕節 然後她就說要送我一個小禮物 結果是一個戒指 而且是帶帶這一紙的喔 她就三環戒 就是戒指 然後我想說 妳這樣我是要帶哪一紙啊 然後而且是合這一紙的 然後我想說 就是 我這樣不可能 就是我怎麼可能帶 我根本跟你第一次出去 然後根本不熟 對 所以那個戒指我後來也都沒帶 對 她就說是她朋友教她這樣做的 她朋友跟她講說 空姐都喜歡名牌 妳就買名牌的戒指給她 然後所以她第二次送我的禮物也是 名牌的鞋子 是她爐 對 因為我一開始覺得我可能 因為她不是我喜歡的類型 然後就是頭髮 因為我不喜歡那種奇妝異服的人 然後我就想說 應該不會是我喜歡的類型吧 可是她就是真的 在她每次就是狂約我 我都不去 然後我嗆完她 她又 還是會傳訊息給我 會找我 我想說哇這個人真的是 就是很 毅力很夠 因為吃飯就至少五次 然後她要來接送我上下班 也至少有五次都被拒絕 對 因為我沒有習慣一直被接送 對 然後她就是 一直要 然後半夜五點上班 凌晨五點上班 她也要來接我 然後我去 我去 我從機場下班 她就從來桃園機場接我 我覺得其實 如果沒有交往的話 壓力是蠻大的 因為如果你今天是我男朋友 我就覺得還好 因為那時候我奶奶過世 然後卡到很多事情 那時候卡到我年度復訓不能上 所以接下來班我都不能飛 所以 所以 公司那時候也一直打來關切說 為什麼 就是奶奶死亡證明還沒交 可是因為辦理文件需要時間 所以就是我老公的時候就覺得說 你們公司為什麼你們家已經在辦喪事 然後公司還一直 每天打來說到底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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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覺得你好像在說謊 是不是假裝家裡有人過世這樣 然後 對然後再加上 公司那時候就是很嚴格控管每一個人的Facebook跟IG 就是比較有名的人的話 所以 那時候就是我被限制說不要 就是不能發什麼文啊 或者是不能 他們甚至叫我把Facebook跟IG關掉 但是我其實也沒有發什麼損害公司形象的事情 但是公司那時候就是覺得 為什麼我每天都有新聞啊 或者是 為什麼新聞要寫你啊 你是不是自己去買新聞啊這種事情 所以 後來那時候我老公就很霸氣的說 那你乾脆離職算了 就是 就看薪水多少我給你這樣 我媽很逼人 因為我媽太怕我嫁不出去了 所以她就是有特地去算命啊什麼 普掛問神啊這種各種 然後 算命也是跟她講說 過36歲就沒有姻緣了 然後我那時候已經 36塊37 結果 結果後來我媽聽到有人在追我的時候 她就問我說 她三乘八字是什麼 我說什麼什麼 怎麼知道人家八字啊 然後後來我媽就是 有去幫我Z 蓋什麼之類的 結果 然後結果她 我們交往之後 然後第一次她來我台中的家 跟我家人見面 我媽就直接問她說 你有要跟她結婚嗎 然後我老公就很帶腫的說 我現在就可以娶佩瑤 然後我媽就覺得很滿意 因為我認識她的時候 她只有第一家的路易騎洗衣公司 但我認識她之後到現在 總共又開了六家 然後其中三家都在我們現在住的地方附近 所以我就走路跟朋友去吃飯 吃完之後又走去我們的Bar 喝酒跟朋友續團 然後再走回家 就是一整個都繞在那附近的圈圈裡這樣 繞在她的手掌心裡 我完全沒看到她的手機耶 而且她都直接跟我講她的密碼 然後我都沒興趣 因為她就是一個每天除了上班 就是她的生活只有我 她連跟朋友出去什麼都很少 然後我跟朋友出去 反而她也都會 就是她都會跟我一起去 嗯嗯嗯嗯嗯 就是真的你很有安全感的時候 你根本不會想要去看那個東西耶 對啊 不會她也不會 她也不會 對就可能因為彼此都變胖都很放心 都很放心 啊你這個胖子誰喜歡 我最近有變瘦 你要小心囉 我做的0.5的自己就是 可能我 吵架的時候我就先不要講話 因為這樣就可以 避免掉任何不愉快的爭吵 我覺得那就很好 就是如果對事情是好的 對關係是好的 我覺得就是做0.5的自己很無所謂的 就只有不講話吧 吵架的時候不講話 真的耶 因為她都沒有限制我 就穿著工作或者是 任何事情她幾乎都沒有限制 她完全沒有限制我 她自己也是水瓶座 她也不喜歡被管 然後我是天秤 我也不喜歡被管 對啊 嗯 裝什麼事情都沒有很 就是 就是 就是少說 少說 就是比如說大家在聊一些 比較討論性的話題的時候 我就會在旁邊聽 假裝我沒有很懂 喔你們講了我才不知道這種感覺 然後或者是 常常關注公婆的FB 馬上按讚留言這樣子 一發文就馬上 按讚加留言 然後讓她知道我雖然沒有坐在一起 我們還是很關心你喔這樣 然後或者是 就是嘴巴甜啊 我覺得不只是我們喜歡聽好 好聽話因為長輩一定也喜歡 所以我婆婆今天打扮特別漂亮 我就說媽媽你今天頭髮弄這樣好漂亮 媽媽你今天穿這樣很好看 對 就是這樣 沒有要省 目前沒有規劃要省 然後我婆婆也OK 對對對 你說我媽我爸媽嗎 我媽比較想要我生 然後她後來聽到我婆婆說我不用生 她就覺得 怎麼辦 就她也不能催我了 因為我婆婆都說OK啊不用生 所以我媽就有點 蛤你婆婆叫你不要生喔這樣 agu分之間 我快點 2 2 3 3 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